不就不要再粗了 吸管已經退休了 我們以後可以直接交保和 一起做滑的吧 7月1號開始 四大營業場所內用禁止 使用一次性塑膠吸管 因此有業者就直接把飲料杯 改成環保杯蓋 內用心智 爆核一災 現在在政府部門 學校 百貨公司等 四大營業場所 不能使用一次性塑膠吸管 違規的話 最高會被罰6000元 這樣很環保 我覺得很好 對 我覺得這樣子 也減少塑膠袋 塑膠的使用嘛 那我覺得很棒 環保政策民眾比起大拇指 都說讚 7月1號心智 還有著 在台北市搭公車 改成上下車都要刷 搭公車的抽獎規定 也變了 現在政策轉彎 只有一段票的民眾可以抽 去抽所以對我來說 沒什麼影響 那也沒辦法 剛好我就是一段票才有 那當然就 兩段票沒有就沒有啦 還有八間公股銀行 不再延長營業時間 改回三點半結束營業 沒有土氣啦 交通部分還有提高 酒駕違規 最高會被罰12萬元 統車乘客也會被罰 如果酒駕拒檢 會被罰18萬元 輕致從7月1號起跑 民眾得多多留意 避免一個不小心 取上罰單 記者 夏軍陳藍問於台北 財寶報導 由於台北 至少 人家 投獄